新田区公所进驻行政生活园区已经满一个月 分别在行政大楼的7至9楼 全新的办公环境 明亮宽敞的服务柜台 让民众耳目一新 另外还是有等待区 让民众恰功更加舒适 新田区公所进驻行政生活园区满一个月 分别进驻在7到9楼 新田区副区长吴志忠表示 除了公所已经完全进驻 未来还有多个机关都会搬迁到行政园区大楼 让市民拥有一站式的服务免除奔波之苦 这个新田行政园区总高楼层31个楼层 目前已经进驻的有新田区公所 新田地政事务所 新田税圈基增处以及国税局 未来还会有新田护证事务所以及交通队 以及新田分局必谈派出所的进驻 新北市政府希望在新田行政园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让民众洽工更便利 新田区公所表示 由于行政办公大楼除了政府单位外 还有私人商办空间 所以停车场事宜还在协调当中 呼吁民众前来洽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新田行政园区交通便利 那么民众洽工的时候 也希望尽量使用大众的交通工具 那捷运很方便 公车也很方便 那因为整栋有31个楼层是公私混合的一个行政园区 所以呢停车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方便 希望民众还是多利用大众捷运交通工具 来这边洽工 新田区公所在7到9楼的设置 分别是7楼为调节委员会 8楼主要为社会人文科 提供民众办理敬劳卡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等 另外还有民政课 秘书室 人事室等科室 9楼为公务课 疫症灾访课和经建课 宽敞明亮的空间 让民众一进来就觉得焕然一新 不但有多个林柜服务窗口 还设有等待区 让民众洽工更加舒适 服务更升级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